聖誕節快到了 消委會測試了20款聖誕燈飾 部分安全有問題 有樣本的電線粗度比標準的幼了九成 容易漏電和過熱 五毛連再報導 還有個幾星期就到聖誕節 不少市民都會買聖誕燈飾回家佈置 他們知不知道選購的燈飾是否安全呢? 不少市民都說 現在市面上的聖誕燈飾包裝上的標示都不是太清楚 但用的時候會留意燈飾和電線有否異樣 消委會測試了20款聖誕燈飾 價錢皆乎60至600元 六款沒有牌子甚至連代理商的名字都獻房 這六個牌子的樣本裏 裡面就有五個安全有問題 安全設計、內熱和阻燃性都不合格 也都未能通過短路測試 另外部分樣本的金屬線粗度未能達到0.5平方毫米的標準 其中一個樣本的電線更加只有0.04平方毫米 只是比一條線粗一些 燈泡發光的地方是直接由這些電線這樣接著的 如果你的電線是太幼的時候 可能你是用來圍著聖誕樹的時候 有可能你這樣動動的時候就會扯斷 消費會提醒消費者購買聖誕燈飾的時候 應該選擇有詳細標示的產品 也不應該24小時長期開著 亞洲電視記者 吳牧連報導